地產界的前輩經常都說 買樓最重要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第一個 Location 當然就是要選擇哪一個城市居住 第二個 Location 就是這個城市裡面的哪一個地區 第三個 Location 就是 究竟你的房子是在這個地區裡面的什麼位置呢 究竟在一個相對嘈吵的大街前面 還是在一個相對寧靜的酷特設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 Bright Time 我是誠實地產仔 今天和大家來到 Stoppard SK-II 和大家看一間Coudasec的三房半獨立房 這間屋裡面裝修很帥 基本上進去你不用怎麼裝修 而且價錢上面還挺吸引 裡面是怎樣呢 立刻跟我一起進來看看 今次要介紹的單位 業主一家五口為蘇格蘭人 有鑑於英格蘭生活成本上升 再加上太太私鄉情緒家劇 所以偽然決定出售物業 舉家搬回去蘇格蘭居住 Postcode SK-II-5TN 這間屋位於一條迴旋政家裡面 和隔離繁忙的Hamsor Link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進來真的剩下很多 而校網方面 這區不算是最強的校網地區 但是附近四間小學都是good的水平 就以最近的Bank's Link Junior School為例 在OPSTEP Report裡面指出 這裡的學生是可以很開心 和很享受上學 而且Bullying的問題可謂絕無僅有 可以放心給小朋友過來上學 而中學方面 STEP Report School在全國考試成績屬於中規中矩 不過正所謂求學不是求分數 這間學校屬於good的水平 能夠教導學生們擁抱diversity 和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給學生 都是一間好學校的指標 好了 看看floor plan 這間學校實用面積862呎 樓下客飯廳採全開放式設計 樓梯底做多了一個洗手間 而樓上就是三間睡房 沒有做extension 但是絕對有權做 因為花園真的很大 進來看看 門口穿過 hallway 就到客飯廳的位置 客廳中間保留傳統紅磚的煙空位 已經有一種特色牆的感覺 飯廳房到六人長餐桌 而廚房因為是開放式 所以整間屋雖然不大 但採光度都非常足夠 現場感覺一點都不迫劫 而星盤亦有窗可以望出後花園 洗碗的時候真的開心很多 廚房用上matte white 廚櫃 加上laminate worktop worktop 和廚櫃之間亦都鋪了鑽 是我最喜歡的香膠田園風 從來未試過這麼清晰脫足的感覺 而隔壁就是一對french door 推出後花園的位置 而樓梯底亦都做了一個洗手間 而且是名次 小是小一點 但一定好過沒有 上來樓上就是三間睡房 主人房都夠闊落 放到雙人床 三邊落床 而且望後花園 後花園雖然說是向北 但其實房子遮到的位置不多 所以陽光都很充足 個人當然就不太喜歡場子 不過要換都是很簡單的事 而另一間客房 size和主人房相約 向南望迴旋正街 構思正非常容易擺位 而細房就只能夠做單人房 同樣向南 留意主人房和頭私間客房是鋪地毯 但這間房連同family bathroom 就是鋪房木地板 應該為了方便清潔小朋友房 而family bathroom 就有浴缸也有企缸 當然是名次 浴缸鋪半磚 企缸鋪全磚 方便打理 這間房的賣點 絕對是在花園裡 在我拍攝的時候 我就數過 我需要走45步 才可以由頭走到尾 所以如果你嫌飯廳不夠大 你是絕對有權做一個extension 去延伸飯廳出去 不過這間房子 有一類人是不適合住的 立即上我們Brighttime UK的Facebook和IG 看看你是不是屬於這一類人 好,看完室內的情況 不知道你又喜歡這間三房半獨立屋 剛剛跟業主談過 我知道他準備舉家搬回蘇格林屋居住 所以也想盡快放售這間物業 換回錢 價錢上我相信有少許鬆動 可以談到 但我不確定 因為真的有很多組Potential Bias 跟我一起參觀 總之最快放送在桌面的 就有機會拿到這間這麼漂亮的三房屋 無論你喜歡不喜歡 記住這世界是沒有原名的屋 只有適不適合你的屋 我們是Brighttime 我們是誠實地產仔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